欢迎打开罗币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人肉搜索Searching 由27岁的年轻导演Anish Shaganti 指导 猪头汉堡包还有星际争霸战的John Cho 主演 这是一部从预告片看起来就很吸引我的电影 而且的确没有让我失望 好看整部电影拉扯着观众的内心 而且一直让我们在一个张力强大紧张的气氛当中 看完整部电影 这部电影很特别 可能会有些人觉得很奇怪 或者在画质上面觉得有一点点糟 因为很多时候荧幕上面就是一个电脑的桌面 就只是看着主角在使用电脑 但这种方式对我这个每天坐在电脑前面 剪片写稿工作的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熟悉 算是一个很新潮很现代的说故事方式 剧情的推动很多时候就是靠着视讯电话 还有令人胆战心惊的通知讯息来进行的 故事讲得非常好 最后的结局让人非常的震惊又扭曲 看完之后是体意犹未尽的 主角是一位单亲爸爸 他要用尽各种的可能去搜寻他失踪的女儿 而很特别的是他为了要找到这个宝贝女儿的下落 他必须去探索这个女高中生的校园生活 还有人际关系 这个听起来就很可怕了 如果父母还必须要进入到那些他不认识的社群网站 甚至是直播网站呢 是不是就更精彩了 人楼搜索这部电影剧情的主体 就是这位爸爸在寻找这个女儿的下落的时候 发现种种真相的过程 他的秘密 他的心事 他做了哪些绝对不能让爸爸知道的事情 这样一个很普通的父亲 带着他的父爱要度过重重的难关 面对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打击 最后才能获得一个答案 而这个答案也让他终于了解自己的女儿 算是得到一个领悟 我想应该会很多人觉得 现代的亲子关系变得比较疏离 反而跟网路上面的朋友比较有热络的联系 不过网际网路和现代人比较疏离的人际关系 甚至是那一份空虚感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搞懂 到底谁是因谁是果 到底是人与人之间 亲子之间变得疏离了 我们才会在网路上面找陌生人去谈吐心事 还是因为网路上面有了匿名的对象 让我们沉迷 让我们寄托情感在上面 才不愿意和真实的人沟通呢 人肉搜索算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也没有几个主要的演员 江秋在这部电影当中 完全摆脱我对他喜剧演员的印象 和他在《星际争霸战》当中 比较无趣的演技 非常能够体会他极力想要找到女儿的那个心情 真的是一个很温馨的好爸爸 剧情安排上也非常的丰富 有很多的转折 而且支线剧情不会让人觉得脱戏 甚至对戏的高潮有很大的帮助 这部电影很可怕的 也是在告诉你网路上面可以找到多少东西 可以找到你多少的资料 一个爸爸化身的键盘柯南 可以做到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 我觉得人肉搜索是今年非常精彩 数一数二的一部惊悚片 没有什么冷场 我们会随着主角的心情一直起起伏伏 非常的有投入感 在那些一个又一个的视窗里面 陪着他一起寻找我们没有发现的真相 不过在结局的部分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过于迅速 而让我有点转不过来 我没有很顺利的进入这个结局 要给我的震撼里面 但这只是我的感受而已 人肉搜索非常适合想要一部精彩的惊悚片的人 或者看完《失踪网红》你觉得不够过瘾的人 特别推荐这部电影给喜欢在网络上漏搜别人的你 人肉搜索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的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次网络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